故事分享 海边度假的时候,许多孩子一起玩沙子,女儿一路小跑,准备去抢夺别人的玩具。 我一把抓住女儿刚要落下的手,把她拉了回来,女儿俨然已经是个人精,见到我母亲就洋装哭泣,她是笃定了她外婆会责备我,不由分说的责备我。 果然,我母亲对我说,你把孩子弄哭了,抢玩具不正是孩子的占有欲的表现,这是孩子的必经时期,不必大惊小怪,女儿看着我,露出得意的样子。 我说,三岁见老,不放大孩子的缺点,但也不纵容孩子的坏习惯,不被打,但也不能打人,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教养。 母亲没有吭声,回去的路上,我和母亲说了一个故事,一个残疾的小男孩,天生并不灵敏,除了身体上的缺陷之外,似乎大脑的发育,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弱。 他每一次考试都是班级最后几名,可是,他却是班上人员最好的。 在小学的时候,他有很多朋友,外出休游的时候,总是有很多同学争先恐后想帮他推轮椅。 到了初中,每个生日,有很多同学给他礼物,他们邀请他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。 为什么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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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